這兩隻錶拍起來 馬上笑了出來 為什麼呢 真的很像 無論是大小 錶殼的外型 錶面也有點像 錶帶也不錯 都是這樣的型 風格一樣 唯一的價錢不像 一隻就是一萬鬆一點 另外一隻Gracite貴很多 八萬二 逐隻和大家看 今天有很多東西想分享 第一要講一下70s的大學設計問題 第二和機心的PIN號碼如何去理解 都想和大家分享 那一隻來吧 70s 都是貫徹 都是那個年代的風格 王家像樹 Rotinus 英武羅 都是這種一體化的標帶學 我上次也說到 一體化的標帶學 這一個學點才做得好呢 就是 你不覺得它有甩的 因為它就是沒有甩的 你亦都不會覺得 帶頑帶 學還學的 因為它就是一體化 當然做到 那看看英勒格 這個英勒格 外形上是很像的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嚴格一點去處理 去考究 其實就是差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它這個學位和這個甩位 明顯是有個界線 有個分野 你明顯是指到有個標議位 這裡是有個帶 其實這個帶是可以你自己拆出來的 有助的 你自己換皮帶上去 但是當然啦 價錢跟品牌不同 那是不是需要對英勒格這麼苛刻呢 要值得討論的 需不需要這麼苛刻 但是英勒格其實也有很多東西值得讚的 它的表面是做得很漂亮的 它真的有些放射紋 有12格放射紋 然後每一格裡面 還有一些刮紋 有些石 但應該不是鑽石來的 Apply marker Day-Day 做得很漂亮 上面是automatic 寫著藍寶寫 不過我嫌這些字有點多餘 因為都是廢話來的 看一個玉了 其實廢話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這些錶 這樣統一機心都是automatic 反而買一隻手動錶才是困難 所以你不寫就好過寫了 反而手動錶也應該寫 這個玉是SALITA來的 SALITA 200 如果是Day-Day 就2220 待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統計偏碎的問題 去到Gasute Gasute這個顏色 它跟英勒格不同 它就比較平淡一點 整個面 Apply marker 針也有夜光的 大Day 這個大Day跟上次60年代的機心一樣 待會再詳細說一下 它的面色是暖一點 英勒格是白一點 它是暖一點 它是舒服一點 整個看上去 面色是舒服一點 配合一些金針金字 一定是Gasute漂亮一點 沒得說 這個玉 這隻是不是自家機心呢 當然是自家機心 但是你從另一個角度看 你都可以說它不是自家 它是統計 什麼意思呢 其實它就是Gasute的統計 這隻機其實就是39.47 其實39.47 其實就是一個動作 它後面的0.47就是迫地 0.47就是迫地 39.47其實就是基於39.22 這隻機就是一個細日曆 為什麼它是統計呢 因為Gasute你看到有些階段 即是計時的 都是基於39 這個動作 去做一個搭橋 搭上去的 譬如39.34就是基於這個玉 基於39 再搭一個階段出來 另外它有一隻是用指針式來指日曆 指針式來指日曆 指針式日曆 就是39.58 所以從另一個角度看 它是Gasute自己做的 但是呢 它是不是一隻很Unity很Unity的機心呢 其實看你怎麼看 它不是很Unity 就是從這個角度看 它就是Modify了 它有一個很Base的Model 就是Base on 39 Cannabat 39 而39有很多個Variation 有五六個Variation 從這個角度看 你不是說 它是一個通用的機心 就是起碼它自己這間廠的通用機心 你也可以這樣理解 簡單看 就是39就是描述那個Movement Dot後面有兩個Number 就是這個Movement 再搭一些什麼 Extra的功能 一些什麼模組 就是這樣說明 其實怎麼理解呢 剛才說到這隻呢 我不是說是Sylita Sylita SW200 但是你不要跟300混亂 因為SW200 其實就是Equivalent 等於2824 那 200 如果加DayDay 就是220 可以嗎 220 所以200和220 是一個群組 不要跟300混亂 那不要跟300混亂 譬如舉個例子 說回Atta Atta 很入門版 就是2824 如果它有Day 就是2834 2836 諸如此類 如果高一個階 就是2892 如果是292 如果是292 的Variation 就是293 就是293 就是有支GMT針 另外就是294 2895 296 297 可以搭Cornel 動力儲存 例如 細秒針 諸如此類 很複雜 你有興趣 就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但是 起碼 它是有Pattern 在偏凹方面 就是282 和283 是同一個群組 2895 是同一個群組 正如Gazutti 也一樣 39 如果你說39 動力 我就知道你說什麼動力 後面加些什麼模組 就再看 再看那個號碼 所以你說 是不是統計呢 那這隻當然是統計 那這隻是不是統計呢 也是統計來的 那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了 拜拜